全教都是Thompson,即是神手 體育系,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 體育系,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 阿蛋,懂事 對,這個歌詞絕對適合我用 這雙手,我作為一個龍門 為了開山闢石,捉邪捉鬼 我將來靠細它 是有男人味的,又是男人的 所以可以跟姐姐謙一組 我真的覺得非常幸福 這麼快,這麼好 留意我們這個星期 會玩一個60秒送你去巴黎的遊戲 是用口答問題的 說得對,沒錯,有Win把口 沒問題,我只是幫忙,舉手,說一下 我只想靠你,只是用得對手 沒問題 兩位就是這樣 作為第一隊出賽,會覺得有點吃虧嗎 我覺得很吃虧,所以是時候去看球 做功課 做功課 加油 好,先燃一下新鮮 歐洲國家會還有一個星期就開始了 看我們剛才說的60秒送你去巴黎 說得這麼開心 究竟是什麼假科呢? 其實從現在開始 我們每天會有一批,即兩位主持 會獲問答的大賽 問答的問題包括了 有紐約題、法國題、常識題 對,主持題和IQ題 我們最強的一批,即兩位朋友 就可以飛去那裡看球 是不是很開心?很興奮呢? 多謝得主持有份 是不是很開心、很興奮呢? 把明是我們去吧 對,很開心、很興奮 我們第一個參賽 我覺得要想一個很有霸氣的名字 要厲害的 就… 謝得謙 厲害 大男人,即是我甚麼?我甚麼 那給你一個字,我要兩個字 Win Him 贏他吧 贏他 如果他是女生呢 對,我們的…那怎麼辦 說到沒有,我已經是大男人了 你一個字,我兩個字 隨便吧,我給Win你 我叫Win 那我叫德謙 Win德謙又如何 即是很謙虛地勝出所有人 肯定嗎 先來個口號吧 來吧… 來吧 放一位 好 Win德謙 合體 這隊組挺有霸氣的 當然了 兩位你們好像很有信心 有 當然了,是霸氣 60秒,送你去Euro 我們今天將會有兩部分 每次都是60秒,好嗎 總之來誰回答就當作是 好,全部都是只有兩個答案給你選擇 除了最後一條叫幾個題 好 清楚吧 清楚 沒有投訴吧 沒有 來吧 開始 歐洲國家杯 今年有16隊還是24隊 24 對,不是選擇題 選擇吧 對,數 今年有荷蘭分嗎 沒有 對 貝蘭德托尼斯 很喜歡,有很多人 有分手嗎 沒有 10個還是12個球場比賽 10個 對 Winneville,你很有用 我也覺得 開始了 法國的面積在歐洲 第三 對 太好了 有用了 好,這一刻 現在這一刻 法國和香港的時差是六個小時 還是五個小時? 是 六個小時 對 馬卡龍,起源是法國還是意大利? 法國 錯 錯 錯 法國人通常在早餐 還是下午餐的時候 吃牛角包? 下午 錯了 好,60秒的時間 暫時適合六個 非常利用 先來這條IQ題 話說 阿富仔,你的朋友 他有一次出埠 每天都只顧著女朋友 寫七封信給他這麼多 但為何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叫什麼名字? 阿珍來吧 不說出來 為何女朋友每天只收到一封 因為有時差 因為他有七天 你答了時差,你答了七天 根據標準IQ題答案 你也是錯 標準答案是因為 阿富仔有七個女朋友 好,你們總共暫時得到六分 這是常識題 這是真實題 第一篇先 之後安全車一走就出事了 首先是彭馬,直腦撞爛 還要是自己突然扭泰 難道真的扭泰? 之後去到法教灣 又拉高輪撞 走得這麼慢撞,應該還能比賽吧 抱歉,一出法教灣 就看到他的前輪攝主的頭鏟 走得比平常上班的巴士118 想不退出也不行 之後又看到祈福阿特和麥根臣炒賣了一跌 站著聽到祈福阿特的名字 但神經病很好 不過是這些沙石 整場勝負的分野在這裡 領先的列卡道和鹹美頓一起入圍 鹹美頓五秒搞定,很合理 但到了列卡道的時候 鹿呢?你鹿去到哪兒了? 竟然進了KC,拿些輪胎下來 你跑沒用了 再短短的幾秒 其實也不能說是短短 鹹美頓明明遲入圍 但出來後竟然可以反超前 第二變第一 但不說了,先看看新科技 上站爆大冷的華斯達撞車 出動了Virtual Safety Car 即是沒有了新的安全車帶著 車不用排隊 就不會被後車追上來 影響了公平性,對不對? 但那道公平,列卡道真是無語問蒼天 被為首站滑了獲金之後 其實也還有機會爬頭 可惜最後還是被鹹美頓守得住 列卡道當場挺躁 結果鹹美頓無驚無謙 但到了終點 贏到今季首歌分站冠軍 他衝出來慶祝這一刻 有點像恐龍戰隊 先抱抱吧 相反列卡道就一年無奈 原來不像豬隊友 還有豬維修緣 這次真是慘慘豬 Viuro是一首歌 今年意大利沒有牌奴 但仍然有寶方,對,還是寶方 他還說再打兩年 其實對於其他龍門來說 這個正選位真的等到花兒也借了 其實不僅是龍門位 南軍對上一次捧歐洲國家杯 已經是1968年的事了 對於意大利粉絲來說,就是我這些 也想唱一句 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兒也借了 雖然意大利上次贏冠軍已經是48年前 但其實對上四屆都拿過兩屆的亞軍 他們每次不被看好的時候 往往就會有好成績 今年也是沒有人看好意大利的前景 加上他們同組有比利時 愛爾蘭和瑞典要出線真的不容易 但教頭乾地 帶著這次大賽就會載路士 球員懂得做的話 對,球員懂得做的話 就一定會為他留下一個美好回憶 無論如何,快點開球吧 我等著看意大利 真的等到花兒也借了 今年歐洲國家盃 德國、西班牙、法國這些大熱門 應該都沒有機會了 因為今年流行爆冷 我看好威爾斯 他們未贏過歐洲國家盃 但也有巴爾這些球星 我覺得威爾斯也有機會 看球看了那麼久 說球第一次 你問我有甚麼感覺 有點害怕 因為始終我沒有記性的人 你問我太太就知道了 長期忘記她的東西 你要我記球員、球場的名字 糟糕 但放心,我一定會溫習 希望不會說錯 你們少罵兩句,沒問題 如果你問我自己想怎樣說 我會利用我自己專業的知識 希望多說一些守門員 甚至防守上的東西會多一點 加插在裡面有誰犯錯 誰做得好 教練想怎樣 希望我看到 帶給你們這些知識 一句盡力吧,別笑 好,介紹60秒 送你去法國Euro看球的朋友 第一組,你們的名字叫甚麼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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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在第一派勝利得到六分 相當不錯 準備好第二部分的挑戰了嗎 有 來了 好,今屆 愛爾蘭還是北愛爾蘭 有份打歐洲國家盃 北愛爾蘭 兩隊都有份 甚麼 那就對了 法國是第二次還是第三次舉行 歐洲國家盃 第三次 對 上屆冠軍是西班牙還是意大利 西班牙 對 法國看 對 法國在地理上是黏著比利時 還是奧地利 你猜就行了 奧地利 錯 法國的國旗 是紅白藍還是藍白熊 藍白熊 對 對 對 法國人禮貌會親吻 是親左邊先還是右邊 左邊 線 右邊 左邊後 上色題 港鐵、荃灣線 紅色還是綠色 紅色 兩個都對 優霸杯 是男子還是女子的羽毛球比賽 男子 女子 奇奇是趙海豬還是黃橙營 趙海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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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暫時答完大部分題目之後 你們暫時有11條 最後一條IQ題 黑人和白人生下來一個月大的寶寶 牙是甚麼顏色 一個月沒有牙 你是對的 恭喜WINDERKIM組合 有12分 Ulo是一首歌 不好意思 瑞典怎麼也與伊巴謙莫域有關 但關於伊巴謙莫域的歌 真的不容易找 呂布更難 不過年代可以久遠一點 有這首 大地在我腳下 獲繼獎於首頌,哪過在這麼多說話 又是 對於伊巴謙莫域來說 誰敢再說兩句 14個球櫃贏了13個冠軍 誰戰績高個孤家呢? 雖然秦始皇的氣勢 可能伊巴謙莫域也略有不及 希望伊巴謙莫域不要介意 伊巴謙莫域的霸氣 往往比瑞典國際賽的成績 來得更加吸引 自從94年世界盃取得第三名之後 瑞典在世界盃和歐國盃 最厲害也只是入了八強 球隊雖然久不久也有點佳作 好像贏過英達人四比二 但好像也是伊巴謙莫域一個人的舞台 不過說真的, 你會否介意呢? 這間歐國盃 是伊巴謙莫域國際賽的最後輝煌 登山踏墓, 指天少馬 雖然已經34歲 但你擔心嗎? 或者最後的結果 會是呂布, 終於告負, 二評六卜是誰 哪個統一稱霸 誰人戰績高個孤家呢? 體育是甚麼東西呢? 體育可以是一張圖, 一句話 一條片, 一首詩 將你心目中, 體育是甚麼東西 連同聲明, 電話, 電郵去 PriceAd, Viu.TV 就有機會得到 由Now TV送出的 歐國杯, 美洲杯, 通行正一份 總共有24位幸運兒 6月3號, 中午12點前, 就截止了 得獎名單 將會在6月6號, 體育系節目中公布 詳情可以上臉書 WiuTV專頁, 了解更多 你們這裡是Win得謙, 好像不錯 答得不錯 我猜不到富仔那一題 你居然答不到 正常 我不熟悉他, 我能答得 熟悉他才不答 真的, 沒拿出來說 考驗有情的一題 對, 但除了你們有得玩這個 看球遊戲外, 觀眾也有得玩 剛剛說過, 體育是甚麼 你只要將你心目中覺得體育是甚麼 然後電郵給我們 便有機會贏這個體育通行證 對, 那你又覺得體育是甚麼 我覺得體育是一碗 冬陰宮蝦球米線 因為會吃得上癮 你的體育是辣的, 好, 你呢 甜品, 每人都喜歡 好像挺有道理 我覺得體育是甚麼 我覺得我不說 因為我打算拿不明白 電郵過來 就這樣吧, 再見